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高一點 大家都看到香港 正在發生什麼事 香港為什麼要上街坊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民主自由 生活的方式受到威脅 守護主成四個字 踩到中國痛腳 總統走到哪兒 繼續講到哪兒 台北台東一日生活圈 光是在台東 總統跑了150公里 跟多一個熊親說話 就多一次機會 同樣的動力拿來凝結泛律 團結才有力 不論是台灣派 還是中華民國派 只要是對自由民主 還有台灣的主權堅持的人 我們都會盡我們最大的力量 把大家的結合起來團結起來 2020已經不是藍綠對決 而是中國的手伸進台灣 自由民主存續戰 也難怪韓粉 科粉 鍋粉繼續戰 總統想說的是這個 很多人還是跟我一樣的想法 最好的選項還是蔡英文 三地新聞王浩元 尤家瑋 陳家瑋 綜合報導 總統想說一次